前几日 港媒爆料警号 刘恺威女友李小峰 已经怀孕两个月警号 然而 这场未经证实的爆料 却引发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网络骂战 无论是男主角刘恺威 还是当事人李小峰 甚至连杨幂前公共刘丹 都被拖出来逐个问候了一遍 如今 杨幂与刘恺威已经离婚几年了 但他们的人生 似乎依旧被绑定在一起 只要刘恺威方一有风吹草动 杨幂势必会被拉出来 粉丝纷纷吐槽 前夫哥一家是吸血马皇 即便离婚后也不放过杨幂 但是 如今的局面 难道只是因为刘家不讲武德吗 两人相识于一场饭局上 2010年 此时的杨幂还是传说中的 泰迪姐妹团中的一员 当时的泰迪姐妹团 还未走到决烈的境地 大家都还是情同手足的姐妹花 那时候 作为姐妹团的大姐 秦岚正在拍摄新剧 而此时的杨幂也正在为新剧攻而忙碌 因为两部剧拍摄地较近 所以杨幂在闲暇时 会去另一个剧组探班 两人经常相约吃饭 在一次饭局上 秦岚叫了同剧组的其他几位艺人一起 也就是在这场聚会上 杨幂遇见了刘恺威 当时杨幂刚洗漱完 湿发素颜的就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这给刘恺威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她觉得这个艺人非常的大胆和自信 毕竟多数女艺人是很排斥在外人面前 素面朝天的样子 都想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而杨幂的特立独行反而显得更加吸引人 也正是这一面之缘 正是开启了两人的缘分之路 而两人的相恋也是在娱乐圈里非常常见且俗套的剧情 那就是音隙生情 2011年 电视剧《公益经》播出就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喜爱 稳居收拾第一的宝座 与此同时 蜂蜜恋也让无数CP粉刻疯了 两人在微博上也是时常甜蜜互动 让不少人怀疑两人是否正在恋爱 之后 两人也澄清是为了新剧的宣传 但依旧有不少网友不死心 坐等两人公开 但最终他们等来的却是杨幂与刘凯威的官宣 同年 杨幂与刘凯威因为拍摄新剧再次结缘 剧中的缘分似乎延伸到了剧外 之后两人更是多次合作 接触的时间自然也就多了 刘凯威的事业也开始逐渐有了起色 所以她决定正式向杨幂表露新意 虽然这段恋情被藏得很好 但依旧躲不过网友的火眼金睛 于是 戏还没拍完 绯闻就不断传出 或许是恋情还处于萌芽期 他们并不打算公开 于是杨幂便在微博上否认了这段关系 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因此就打消怀疑 其中也有不少人感到很震惊 毕竟前不久还在吃蜂蜜炼的糖 转眼间男主角就换了人 对于两人为何走到一起 在后来的采访中 杨幂曾多次提到 因为对方的细心与关怀 即便是自己注意不到的地方 她都能及时地关注 即便是很小的事 她也会用心去做 也就是这无微不至的关怀 让被称为拼命三娘的杨幂 开始有了想要安定下来的想法 在2012年正式事业大火之际 杨幂在社交平台上官宣了恋情 当然之所以选择公开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已经被媒体拍到两人同框了 与其再再隐瞒下去 不如大方承认 之后两人更是频繁在社交平台上大秀恩爱 撒狗粮 什么彩点庆生送祝福 微博上甜蜜互动都是常规操作 刘凯威更是直接喊话杨幂 什么问题都不必担心 我会在你前面挡着 不仅两人的关系愈发地亲密 南方父母也是非常注意这个未来的儿媳 刘凯威在接受采访时就曾多次提到过 杨幂去香港陪他父母的次数比自己还要多 就算自己不在香港 他也会去家里陪父母 因此 他的父母也是非常的喜欢杨幂 很疼他 2014年1月份 两人仓促地迈进了婚姻的殿堂 几个月后 他们的孩子小糯米就来到了这个家庭中 凤子成婚似乎依然成为定局 这段甜道发后也因此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 但婚后的两人并没有被外界的传言所影响到 他们依旧过着自己的小生活 他的婚姻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 没有拍戏的日子里让他无时无刻不在惶恐之中 娱乐圈的更新迭代速度之快 等他安心休养之后 或许外面早已经变天了 事实证明 他这次选对了 他参演的《小时代》等作品 直接让他再次站在了流量的中心 然而 即便如此 他依旧没有沉溺于看似美好的现在 他开始策划一场豪赌 一场三亿的对赌协议 证明了他的野心 所谓的对赌协议 就是他要在三年之内 让公司获得3.1亿的净利润 失败就必须面对巨额的赔偿 于是在那之后 他开始再次化身为拼命三娘疯狂的工作 最终他赌赢了事业 却也失去了家庭 节目中 让刘凯威给杨幂打分 他也只是打了85分 原因是他太忙了 两人相聚的时间太少 杨幂也在采访中提到 对方比自己更忙 婚姻似乎如同虚设 在节目中 主持人问 杨幂在家中扮演什么角色 刘凯威直接脱口而出 保姆 很显然 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人 又怎么可能甘心当一个保姆 分歧一开始就存在 之后刘凯威更是直言 自己的戏更具艺术性 而杨幂则更多的是商业性 这让两人的矛盾再次升级 因此 两人昏变的消息 被传得沸沸扬扬 但他们并没有承认 依旧在公众面前 表演恩爱夫妻的戏码 直到夜光剧本事件的曝光 知名狗仔卓伟 在微博上爆出了 刘凯威与王欧深夜独处谈剧本 于是 刘凯威出轨的消息 铺天盖地地传出 无数网友口诛笔伐争讨渣男 而此时的杨幂唯一能做的 只有出面回应 自己相信刘凯威不会出轨 以此稳定局面 但这桩丑闻 在大众心中 已然是板上钉钉的了 不出意料 2018年 这段支离破碎的婚姻 终究是走到了尽头 两人分道扬镳 但在这之后 两人似乎被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 前夫哥一家的迷之操作 也让众多网友大呼 别再碰瓷杨幂了 李小枫怀孕的传闻刚传出 无数粉丝就纷纷前往他的社交账号上评论 各种挖酷 诅咒 嘲笑的声音充斥着他的评论区 然而 这些恶评仅仅是因为 他是刘凯威的女朋友 在当初两人恋情曝光之时 就已经有不少粉丝 冲到他的评论区去吐槽 已婚男人这么香 这么想当小糯米的后妈 之后 无论他发什么 评论区都会被与杨幂相关的东西刷屏 可回过头来看 他似乎并没有做什么 唯一的槽点就是当了刘凯威的女朋友 但男未婚 女未嫁的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 如今 杨幂与刘凯威已经离婚几年了 他们各自都有了自己的生活 而一遍遍的重提就是 显然让当事者双方都感到十分的困扰 加飞 加飞